Stem 教育卓施工作室 早在2018年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撥款支持 初期成立主要以設計與科技科教師為對象 負責工作室的組長和兩位副組長 都曾經在不同的界別當中獲得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 2019年,工作室改由東華三院董事局直接撥款支持 並獲得香港科技教育學會 及行政長官卓越教學長教師協會作為協辦單位 過去大半年雖然受到社會事件及疫情影響 但工作室的各項活動仍然繼續進行 在疫情期間,每月一次的工作室會議 改為以網上形式進行 有關的教學研究工作亦沒有受到影響 包括每月的閱讀分享 亦進行了多次的訪校及官課活動 踏至2020至2021新學年 工作室主要活動將分為七大方向 首先是每月一次的會議 每次會議內容將安排主題演講 本學年,我們將會就著兩個研究方向 邀請不同的嘉賓及專家向工作室成員分享 第一個研究方向為 動手實踐課堂的網上教學策略 另一個研究方向為 專項化學習的課程設計 第二個活動方向是動手工作坊 我們將會安排在每月會議前進行 目標是令參與工作室的教師們 可以有動手實作的機會 強化動手能力 學習一些未曾接觸的新技術 暫定內容包括 電子製作、刊接、木工製作、電腦編程、 金屬加工、徒手繪圖能力等等 工作室也會按照參與老師的需求 不定時開辦不同類別的工作坊 工作室第三個活動方向是 為閱讀分享 我們將會以STEM教育有關的學術文章 讓工作室組員分排到不同組別 進行深入研讀 每組也會在每月大會上進行閱讀分享 希望透過這項活動 令到參與工作室的老師 對教育學術研究有更深入的認識 此外,我們亦會進行訪校官課交流 期望於本學年之內 組長、副組長及顧問 可以分別到訪所有工作室成員的學校 了解成員於教學上的種種困難 及互相分享各校於推行STEM的心物 工作室對於STEM的共同理念是 透過動手製作、綜合及應用不同科目知識技能 去解決日常生活上的種種困難 我們了解到教師於校內推行各項解難專案的重要性 為了加強工作室成員之間的交流 本年度,我們將會要求18間東華三院屬下的中學 亦參與了工作室的老師 以疫情之下為情境挑戰題目 於校內帶領各自的學生進行解難專案 並於來年6月至7月期間 進行聯校成果展示分享 鑑於其他參與工作室的老師 並非東華三院屬下的中學教師 他們大部分都是設計於科技科的老師 故此可以選擇以自己學校課程內的 STEM學生項目參與展示 無需額外開展新項目 除此之外,希望疫情在本學年的後半段時間 可以稍為緩和 以致我們的工作室可以全體參與 一次兩日一夜或三日兩夜的境外交流 參與鄰近地區的教育會議 或參觀鄰近地區的教育設施 最後,為了落實各成員在學校推行STEM教育 同時讓工作室成員有一同實踐和交流的機會 期望各成員以9至10個月的時間 去為自己學校設計一個STEM解難專案 並編寫一份教案 涵蓋不同年級、不同科目、協助的STEM解難專案犯例 完成! 完成! 感谢观看